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连的讲师高乐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刚才咱们在上一节课用PHP中的扩展 对吧 对卖卖开始进行了增生改查的操作 是不是这样的 对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 比如说机房里边有一百台服务器 对吧 那一百台服务器 有每台服务器都有内存 对不对 对 我们不能只用一台机器 我们需要把其他机器的内存也用上 本身内存就行 那么一百台机都用上 那存在空间 那有可能就是含量的 对吧 所以这就涉及到设置分布式的卖卖开始存取 那我现在再做这个例子 上这个咱们做的例子 我稍微修改一下 只留了添加的部分 对不对 你看一下 我们只连接一台机器 对吧 对 那如果我能连接十台机器 对吧 我是不是 我能针对这十台机器进行数据的存取呢 是不是 对 那现在同学可能有一些疑问 十台机器它是一个一个一个存吗 将第一台机存满了 然后用第二台机存 第二存满用第三台机存吗 不是这样的 对吧 这样万一有哪台机器 当机就比较麻烦了 对吧 所以它内部有一个叫做哈希算法的 叫什么 那这个算法呢 大家不用去理解 你就想想 如果连接一百台机器 它就像发扑克牌一样 均匀的把这数据分摊到每台机器上 如果哪台机器命连上就断掉的话 就绕过那台机器 是这样去弄的 然后呢 每台机器呢 我们都可以设置权柱 比如说有一些服务器 它的工作量比较大 对不对 我们怎么的 就不太想它怎么的 用内存拿太多的时间来管理这个 那我就把它全注设置低一些 对不对 有一些机器服务器呢 比较空闲 那我们就把它全注设置高一些 对吧 让它利用那个内存的好一些 对吧 但是每台服务器呢 都得装卖派出软件 我们才能去连接它 并且得开起来 才可以 这种啊 那我们看一下 原来我们连接麦克尔福器用的是这一条带吗 对 那我们再写一个连接吗 M-E-M-E-M-C-O-N-E-C-T 连接吗 不是这样的 它有另外一个函数 什么呢 看一下 我们原来连接的函数 就三个函数 很简单 对不对 另外一个函数 我们用的是这个 A-D-D-C-O 再添加服务器 向连接池中 添加M-M开始服务器 我们有连接之后 就是有一个连接池 对吧 它会从连接池里边选择哪个是连接上的 然后去用这台服务器 对吧 现在池里边多添加一些服务器就可以了 所以我添加第二台服务器的时候 用的就是什么 这个函数 听懂吧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用 第一个参数是必须的 就是主机名 对不对 然后端个号是不可选的 末日11211 对不对 那我这话可以不用这个 用什么呢 A-D-D-S-E-R-V-E-R-S-E-R-O 其实只用洗脸部参数就可以 妹子 你的IP是多少 1.137 192.168.1.137 咱俩是一个网段的 137 那你那里边确保你的连密卡是已经装上了吗 那才确保你的连密卡是已经开启了吗 开启了 已经装上了 已经开启了 对不对 那端个号你没修改吧 还是1121 11211 对吧 只能两片就行了 那我得测试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拼通 192.168.1.137 好 我是可以拼通的 对吧 那可以拼通的呢 妹子还确保他的服务器已经开启了 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用了 现在我就有两个服务器了 如果咱们的网络是可以通的 你也装 妹子开始也开启了 那我也可以用你的去存储我的数据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加了一个服务器 对吧 我们先不着急运行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 其他的参数 大家也需要了解一下 看一下 有这么多参数了 对不对 第一个参数就是什么 想添加的那服务器的主机 第二就是端口 对不对 第三个就是是否持久连接 默认识处就是持久连接 对不对 当然持久连接我们是不能用close关闭掉的 对吧 每一个不写值都有个默认值 看是不是都有默认值 这个就是设置权重 对不对 为此服务器创建什么 创建筒的一个数量 用来控制此服务器被选中的权重 单个服务器被选中的概率是相对于所有服务器权重总和而言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连接持续的时间 默认是一秒 咱们尽量别改这个值 就是一秒连不上就不连了 对吧 你不能说用三四秒钟去连 那的话怎么办 就发挥不了 卖别开始这个缓存的作用了 必须得在一秒之内就能连上 这个设置服务器连接失败 重视的时间 默认是15秒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再连接面子时间 一秒之内面连上 对不对 然后每隔15秒再重启 再去连接一次 对吧 所以这个时间是有用的 如果就是什么连接不上去 不用那台机器了 那我们设成负一就可以了 他就不再从事了 其他的餐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了 我们就可以轮过了 当然了 我们平时在做程序的时候 只要吸两个餐就可以 来 我们看一下运行的结果可不可以呢 我换存一下 当然了 我最好是把 我已经把服务器的原来的数据都删掉了 所以我这块都改成万 都改成万一的值 怕原来有万的重复 对不对 那我再换一二就叫万一吧 可以吧 改成 或者改一个AAAE BBB1 行吧 换一个值 因为咱们做实验的值都用过 对吧 BBB1 Site有修改和添加的意思 对不对 B1E 对吧 就改页值是不是就好一些了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Test.peerp 是不是均匀的把数据分散到我和妹子两个机器上了 对不对 那我先看一下妹子机器存什么 我的机器存什么 对不对 我paranet连接一下192.168.1.137 上面的11211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使用STSITEMS这个命令 看下标识 那妹子这里边标识有什么 有1 有2 有3 对不对 然后咱们再用 还记着前面咱们讲过如何便利看数据吧 当然咱不用看这个数据 对 用PP取就可以了 但是咱们想证明在两个机器上 那STSCHE DOMP 比如标识1 你们看全部的 这里边有 E1 E1和A1 对不对 那STSCHE DOMP 1 2 0 没有 对不对 这个命令错误了 那我再重写一下 CHE DOMP 2 2 0 对吧 这有个B 也就是AE ABE 存在这里了 STSCHE DOMP 3 0 C 这里边是A B C E C E在这里面 D没有存到这里边去 对不对 那我再连接一下 QRIT 我们再试一下 TerraNet Loghost Loghost 我本机的11211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是STS ITEMS 我们看一下 还是这些123的状态 对不对 STS 现在是我机器 大家看一下 Loghost 对不对 然后ITEM 错了 是STS C CHE DOMP 1 0 这里边是原来的数据 你看里边有没有一个第一 咱们新写的证 对不对 这是原来怎么平时做实验的时候存进去其他的数据 对吧 因为妹子那机器 因为我这里边有原来的数据 妹子那台机器怎么的 原来就是空的 所以它的全都会稍稍高一些 所以存在那里边有多 我这里边已经存那么多了 所以它存的就少一些 这就是它的哈希的一些算法 对不对 但能不能感觉到 两台机器都存出去了 对吧 而且我们只要添加福气就可以了 怎么往福气均匀存的 怎么取的 那是不用管的 也就是我在这取的时候 你看 V DOM 这里边AAE 不对应该是M 里边 G 你看 比如说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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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 我们开始 它那里边就多了 比如说我随便取一个A-A-A-E 对吧 我们来运行一下 一半和这个 是不是都能取到 我们用说 我这个存到了另外一个机器 我得在这个机器准备 所以存取 你都不用管是哪个机器 只要添加一个机器 咱们就可以做到分布式 是这样的 另外最主要的是 如果有多个服务器 我建议就不要说 一个连接一个添加了 这样咱们写程序的时候 不太好洗 那怎么办呢 通常我们的做法都是什么 都用A-A-E-R 这样就可以 对吧 那不用连接 就都往地址池添加 默认地址池 那个连接池里边是空的 对不对 我们都添加 这个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运行一下 一样可以得到我们程序的效果 这样的话 设置全座或什么的 还都是均匀的 所以呢 有多台服务器 就直接这么去用就行了 所以分布式其实很容易 对于MamiCard这种软件来说 对 只需要一个函手 就是添加服务器 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对吧 当然你可以写到一个配置文件里面 用一个速度 写哪个机器配置 然后我们用一个循环去添加 当然这就是一个算法的问题 最终还是有多个ADD server 对吧 那这里边咱们看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需要用一下呢 其他的咱们就不需要了 对不对 像大家比如说想自动党 再用一下这个 对不对 想看状态 再看自己再用一下这个 这就可以了 那最主要的是 咱们基本上操作就这么多 对不对 咱们除了还得写一些应用之外 操作就这么多 那有没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 数据放到这里边 是不是现在危险 为什么危险 断电没 不是断电没 那是做管存 断电没没关系 最乱什么了 MySQL是不是还有用户名和密码呢 对吧 那的话就是 只有通过身份验证的人才能连接 而这软件很小 是不需要同分身份认证的 比如 你刚才启动了一下 我是不是就可以连接你的机器 对吧 那如果我们这个报了在公网上 谁都可以看我的内存的数据了 是不是就很危险了 所以咱们在做服务器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防范 因为它本身是怎么的 没有 对 没有用户名和密码连接的 因为它软件太小了 没提供这个功能 那我们怎么做 有两种方案 看一下 就MySQL服务器的安全的保护 第一个就是只允许内网访问 知道吗 只允许内网访问 什么叫内网访问 比如说 我的服务器和妹子的服务器 对不对 这两个之间是通信是没问题的 但是外网的是看不到我们这俩机器的 那你在外边就攻击不了 对吧 服务器 比如在机房一百台服务器 这一百台外网都能访问到吗 对外的有可能只有一个路由的机 路由机器对不对 所以你只能看到网关的IP地址 所以内网访 只要是做到内网设 又不能访问 外边访问不了就可以了 你看内网访 我们用meme开始命令 -D指定内存这么大 用Linux的路的用户去连接 然后只允许这个IP地址 这个专口用 对不对 也就是只允许这个IP来连接我 对 L去连接 那我也只有 192.168.0.10这个IP 能连接这个机器 一个你的IP 对吧 那肯定不是这个IP 你就反复不了 对 听懂吗 然后刚系要让开启 那还可以 第二种话 就是设置方向墙 对吧 设置方向墙怎么的 其他的都开启 只允许 怎么的 方向墙只允许 这个机器来防务 同意对不对 其他机器原的就是只允许 0.10的这个机防 其他不允许 对吧 如果在另一下边 你执行这两条命令 那么基本上就是安全的了 就能用特定的 那台服务器来连接 而其他服务器连接不了 听懂吗 这就是我们 meme开始 做安全的时候 要么内网 要么设置方向墙 当然我们这个方向 另一下选择是IP 对吧 你如果在温度下 也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方案 当然他实际做服务器的时候 都是Linux服务器 好 这就是我们这几个内容 如何搭建多个 对 meme开始服务器 和如何设置安全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我们就接到这里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